了解天下事拓展国际观 各位好 我是杨永明 我们这集要录的 其实是我这个礼拜 在两个不同的场合 做了这个演讲 一个是在一个论坛会议当中 另外一个是在台湾的工业总会的理建事会 谈的就是拜登政府的中国与亚洲政策 以及美中台关系与因应 那我当然准备了一些 可是拜登其实1月20号上台之后到现在 也大概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时间也许可能各位看了这个节目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时间 他其实能够去这个把中美台的关系 作为一个大布局吗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 尤其是他现在的重点 当然是他国内的防疫经济到种族问题 当然这里面这个过程 还有弹劾川普 也就是要进行到参议院的审判的过程 那这个一定会是媒体的焦点 而且呢也会对是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 和政治人物的一个很挣扎的这个时间点 弹劾应该是不容易过 但是会这个长达可能一个月以上的这个 就是审判期 那因此呢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重点对拜登政府而言 目前当然百日之内一定是国会 而且百日之内如果防疫成功 也就是说可能40%人都有打第一剂的 这个疫苗以上的话 其实表示说某种程度 美国的疫情大概能够受到控制 不一定是就是说突然就这个缓和下来 至少能够受到控制但是呢当疫情受到控制的时候 经济的问题就开始浮现了 对不对 因为在疫情当中 你用了很多这种特殊的手段去做纾困去印钞 哦等等之类这些作为其实到了经济 这个疫情受到控制的时候 经济的问题就开始 那你就要还钱 你就要收回来 你就要怎么样去减少相关的这些纾困 的这个计划 那当然因为不可能是无敌动的这个做下去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济问题就变成拜登 接下来后续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怎么去面对国际 外交 经济 贸易 欧洲 俄罗斯 当然在亚洲以及对中国包含两岸的 这个布局你看这事实上好多层面 对不对 而到目前为止其实在26号的时候 国务卿布林肯也才刚受到就是参议院的这个任命的许可 所以其实是这个现在是这个非常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就是他所面临到川普之后所离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也许不一定叫做ABT anything but Trump也就说川普所有东西我们把它都反过来把它否决掉现在看起来好像国内的事情很多他现在开始是这样做的方式但是在国际外交跟经济层面呢似乎是不太一样那在这个时间点那其实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不一定有那个耐心等到这个拜登把这些国内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呢再来面对国际说老大你到底对我们的这个 看法是怎么样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总是要告诉我们有个依循吧而且说句实在话 其实这个拜登的国内的事情永远忙不完为什么因为2022他面临到其中选举 其中选举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所有的众议员都要改选 然后三分之一的这个参议院要改选一部分的这个州长要改选 其实上一次11月3号的这个选举共和党选的并不差 他在众议院还增加实习 虽然还是这个少数党 然后呢在这个乔治亚州 如果不是川普在前两天打个电话给那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 媒体报道出来 你帮我找个一万一千 这个几百票出来吗我就赢了 这个话都讲的出来的情况之下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电话 共和党是不是有机会可能赢至少赢一席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 那这样的话共和党其实还是持续掌控参院 所以2022对于这个拜登对于民主党我觉得是很大的考验 但是国际社会等不及了 不要说等两年 等一百天 对不起 我们就一个礼拜吧 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国家 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议题在浮现 因为你作为美国主导全世界 虽然川普的时候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退群 单边 而且孤立主义的 那甚至美国优先的这些作为造成国际的秩序的 这种动乱 但是呢你上来 你自己讲 美国回来了 对不对 美国队长回来了 老大回来了 那接下来 你要怎么做 要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 这个是大概 他不能逃避的 也许最多 他可以稍微 让大家说 稍微有一点耐心 他刚讲过 因为他的这个白宫的发言人 这个这个 就是沙奇 他也就是被问到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那他就说了 请大家有一点耐心 我们给他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术语 叫做 战略耐心 也就是说稍等一下 我们很快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观点 我来整理一下 我来整理一下 其实 光是这两天 我想在这个经济贸易层面 到军事安全层面 其实 美国 中国 拜登 习近平 已经交手了 已经交手 而且很清楚看到 他们各自都展现了 自己的立场 当然拜登的立场 跟过去的川普有所改变 啊 举例而言 在军事安全层面怎么交手 23号 罗斯福号这个航空母舰群 包含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以及伴随了六艘的这个舰艇 其实进入到南海 这个当然 是在他就任20号之前 就排定的这个航程 也很清楚 不可能突然之间做这种排定 他也不可能顶时喊咖 顶时喊咖 那我想这个讯息就很严重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持续去做了之后 中国大陆不可能在那边等他说 你上来了 你是航空母舰还来 那我就等你一下 那那那那 对于南海问题 或对于台海问题 北京一直有他的这个立场 那 事实上 因此就 刚好透过这个时间点 23号 13 架次的 就是说 这个解放军的军机 就进入到台湾的 就是航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但是 是 跳过 或者是 绕过 这个 就是 呃 我们的海峡 中线 绕过海峡 中线 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 其实台湾的这个航空识别区 是把福建都划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 实际上大概是 过了海峡 中线 但海峡 中线也没有从头 划到尾 只有中间 所以他是绕过了这个海峡 中线 避开 然后进入到这个西南区 但无论如何 其实 这个都不能用所谓的例行演习 来解释 因为第二天 他又派了15架次 所以总共28架次 那这个当然 也就是针对罗斯福号 也就是针对了台海 的这个议题 很快的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 那就做了一个声明 因为那个时候国务卿还没有受到参议院的这个认可 他基本上这个声明就当然 某种程度的是指责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 针对台湾 是无助于台海跟区域和平的 希望能够自我克制 但另外方面他也提到了 两个层面 第一个 他说美国会这个拜登政府 会依寻 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 其实这就是一中政策 这跟过去川普有一点不一样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提到了三个公报 过去谈到台 海问题的时候 其实 这个 针对台湾的时候呢 川普大概只讲到台湾关系法 以及六个保 六项保证 还有那一些 台湾旅行法 台湾这个台北法案 等等这些法案 但是呢 谈到了三个公报 这个是其实是基本上跟过去的川普不一样 但是呢跟美国整个主流的 就是说 这个跟台湾断交之后的主流的一中政策 事实上是一致的 然后第二点他提到什么 那希望两岸能够就是说这个进行对话 这是一个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新的这个讯息出来 但是呢 在这个六项保证里面其实有特别提到 美国不做两岸的调解人 那他这个六项保证也提到 所以这个讯息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也有些 有一些只是短短几个字 但涵盖的这个内容 事实上是非常的 这个丰富 也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回应之后呢就有一点就是沉寂下来 也就是说在这个军事安全层面 美中之间的交手简单的说 军事照走 照去南海 然后呢 现在 变成常态性的到这个西南角 也就是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不是那么的就是说 跨越中线呢或者是接近台湾 但是呢某种程度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压力 以及讯息 那当他变成常态化之后 其实就有点像是 在这个钓鱼台海域 这个以及空域 就是中国大陆在这边也常态化的进行 就是说 这个飞机跟船舰 军舰的这些行动 那也造成就是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这种紧张 那这个是已经好 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我们看 大概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这个西南角的就是说的演练 已经变成一种常态化 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忽视他 这个其实是一个军事压力 以及政治上的这个表态 所以呢 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就把它视为就是 只是解放军的这个例行演习 另外在这个军经济安全层面呢 习近平 他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大博士会议面 他就讲话了 而且全世界的媒体都注意到 因为现在中国大博士第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20的经济发展 这个是在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唯一的这个政法这个政成长 那高达百分之2.3 然后呢 再加上今年预计 IMF是认为是会达到百分之8.1的这个经济成长 现在又是跟 这整个亚洲经济整合 RCEP RCEP 结合在一起 甚至主张要成立日中 FTA 要加入CPTPP 而昨天 1月26号 中国大陆和纽西兰 再一次重迁upgrade 他们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当 这个习近平在一个经济的世界的经济论坛说话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看 我觉得已经看美国的讲话的内容 其实那个重那个关注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习近平讲什么 习近平说要重视多边 这个主义要重视国际法则 相互尊重 他特别强调 全世界你找不到 两个一模一样的叶子 对不对 你也找不到 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这个手纹 这我自己加的了 但是呢 也就是说 只没有一个社会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用一种标准来去要求别的国家 你要懂得去尊重 你要懂得去包容 这个在很多开发中国家其实 是听的时候是心有戚戚焉 但是这个话当然就是讲给 拜登听讲给就是美国西方的这些这个国家 那他也特别强调不要去搞小圈圈 不要去搞就是说 敌对的 新冷战的这些概念 我想这些东西 大概在就是 呃 过去的一些谈话里面都会 我们听到 但这一次他把它整个放在一起 而且就是在拜登就职之后的五天 他讲的这个内容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他其实很清楚的 已经告诉拜登了 你是盲国内 但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国际的东西哈 不会因为你而停止 我的态度 也就是多边的 国际的建制的 然后呢 尊重包容 不同国家的 尽量不干涉他国事务 可是共同的 来去减少 平国 富国之间的这种差距 然后呢推动世界经济 的这个发展 讲的平平稳稳 那很快 这个马上的就是记者 做了很多的这个报导 跟评论 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好 或者是这些其他国家的媒体都有 台湾媒体事实上是很少 这蛮奇特的 不过这也是变成台湾的这个特质跟现象 那媒体就去问了白宫的发言人 这个这个沙奇 杰恩沙奇其实是 欧巴马时期的一个发言人 所以他很平稳 他说他看到了 那拜登政府看到 习近平的讲话 那同一时间 大概我不知道是华为去策动呢 还是说真的美国的这个厂商 去就要求的 国际半导体的产业工会 写了一封信 他的这个理事长是美国人 写了封信给美国的商务部 要求 拜登政府 要这个解除 在川普时期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的这种管制 因为认为这已经影响到美国的企业 而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去促成 中国大陆这个决心走向技术自主 而美国将来的这个市场 也会受到这个影响 这封信就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同一天 送到了就是说 这个美国商务部这边 记者也在问 有没有看到这封信 也就说 到底拜登对于 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是什么态度 沙奇他就这样讲了 请大家有点耐心 我们 都了解这些议题 但是呢 我们会经过协调 跟我们同盟国 以及在国内 跟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领导人们 共同的协调之后 我们会告诉大家 接下来 我们会怎么做 那当然他的发言里面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描述 是比较强硬 是比较强硬 他说大陆内部的更加的这个专制 而对外呢 更加的具有决心 assertive assertive 应该是说强 强硬 这种强硬的这种决心 所以有一点略带批判式的 那就是说 但是呢 告诉大家 这个政策 还正在协调当中 那我怎么评论呢 管制 继续 然后呢 这个开放啊就是说 这个调整 这个 管制继续 协调调整 管制会继续 但是呢 会去协调 然后呢做调整 其实调整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还是会改变 最后简单的一句话 我怎么个来形容到目前为止 一个礼拜 到十天 拜登在 这个美中的这个议题上 其实很清楚的 从他前面几个 这个阁员在参政 参议院作证的时候所讲的话 但是当然 参议院作证呢 呃所讲的话 当然就会比较硬一点 会然后呢 都是比较简短 所以你说这个就完全因此就代表拜登政府 继续维持的这个 这个挺台抗中 台湾有些媒体这样写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描述 对不对 你只是几句在 参议院的这个就是说 听证会的这个话 变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延续川普的这种强异政策 挺台抗中 我觉得这个太过于就是 这个单边的想法 那因为 在现在美国的国内 不管是政治 还是媒体界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是相当的警戒 不把他视为敌人 也把他视为的就是严重的竞争对手 非常严肃的竞争对手 这是拜登自己讲的 拜登说 我不把 中国跟俄罗斯 视为敌人 但是呢 他当然是我们 非常严肃的 也就是非常严肃的 竞争对手 那这个竞争 不只是在经济贸易面 在科技面 在安全面 在地缘面 所以呢 现在我简单的 这个一句话的 这个到目前为止 他的这个 整个 政策呢 我觉得是 硬中 带软 硬中带软 你不可以倒过来讲 软中带硬 就不对了 基本上还是硬中带软 那我们现在 这个我准备一些 就是说 这个简报 先看一下这个拜登 拜登当然各位知道他是一个建制的这个精英政坛的长春长青树 那也是一个温和的这个就是说比较偏向左派 然后呢 他当然也包容了民主党很多的这个前进派 所以他自己 事实上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之中 就是说资历跟包容性 但是包容性代表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做协调 那这个政策呢 大概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 那这是在国内层面 所以 国内优先 这当然大家很清楚的 其中选举的这个考验跟压力 我刚才也提过了 那 会不会只做一任总统现在是所有人都在观察 在美国 嗯有些人已经开始在讨论 他有没有可能 这个连任 毕竟那个时候八十二岁 如果年龄我们当然不歧视 那当然就看他的这个政绩 能不能通过其中选举 能不能够处理这个疫情跟经济 以及种族的问题 这三大问题 当然其他伴随了健保 学 学贷 加税 这问题其实都很棘手 对不对 都很棘手 而且你都不可能 这个取悦的所有的人 你就算是健保 有的人觉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这健保上 你就算学贷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多 那另外一个人觉得应该你负担更多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当然 能不能够去真的竞选连任 那当然问题是 民主党还有谁能够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但是呢 我们进入到他的经济外交的这个 政策层面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简单的两个 这个特质 会呈现 他基本上是 这个延续 结合了 欧巴马三点零 跟川普 来 也就什么意思 三点零的意思就是欧巴马做两任吗 他有点像是欧巴马的第三人 所以叫三点零 那川普来的呢 淡啤酒 也就说 东西这个川普的政策 尤其在对外的外交跟经经贸政策上面 有相当程度其实会延续 会延续 举例而言 这个 关税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关税 在今年相当程度会会延续 但是会烧将会烧将 重建威望维持优势 那印太的这个目标 基本上当然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跟这个价值观 这个人大家要认识 我觉得很多人大概对他了解就是看 坎培尔 坎培尔 这个是 这个国安会 的中国资深主任 好 这个Rosenberg Rosenberg 那坎培尔曾经 我们在之前跟向隆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提到坎培尔在1月13号的时候 在他被任命为国安会的 这个印太事务协调官 这有点像是国安会的number two number three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就针对所有 这个 印度到太平洋亚洲的事务不管是经济到军事 他的这个总协调官也就是说要由他来做这个协调来做制定 他在被提名之前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之前他在1月13号跟另外一个作者 在这个很重要的外交事务写了这篇文章 我相信拜登一定看过这篇文章 或者至少他的老板国安会的这个国安顾问 一定看过这篇文章 所以某个程度 认可他这里面的一些文章描述的内容 他的文章基本上 对于中国 简单的 整理在这边 也就说 不反对中国 不反中 不反中 不把中国视为敌人 但是 也不要天真的认为我们跟过去在欧巴马或者是克林顿时期的这个态度是一样 现在因为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 然后呢很多的层面 在赶上 而且他也看到了他们也认为在制度层面在一些这个政策跟美国在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基本上对中国是非常的警戒 这已经两党共识 所以警戒中国 但是呢 竞争交往 竞争交往 那竞争也就是某种程度其实是相当具有这种就是大国的权力 斗争 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势 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架构 之下进行竞争 但这里面呢 有交往 为什么呢 因为 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国际多边的议题需要跟中国大陆去合作的 比如说气候变化 比如说伊朗问题 比如说北韩问题 但是呢也有一些 可能是他觉得亚洲 因为他这篇文章提到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 他就认为说其实还是要让中国知道 也美国所加固的亚洲秩序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透明 所以他说不与中国进行冷战 但是呢 是跨党派的对中国已经是相当警戒 可是会延续某种程度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 因为你是我的战略 严肃的战略竞争者吗 我当然基本上是对你比较防范比较强硬的 这都可以理解 你不要把它解释为这是敌对 这是冷战 那这个我们将来会在很多媒体里面 因为全世界的媒体台湾媒体 太过于这个混乱 媒体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 在看这个事情 在做宣传 在做影响 但是呢 就是说 这种强硬是不是就完全等于 敌人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能够跳跃的思考的 再交往政策 这是看表 看佩尔他所提出来的 reengagement reengagement 也就是说 跳 脱 这个 这个川普时期的这种针锋相对 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这种针锋相对 无限上纲 所有的国安 这个 这种威胁的考虑 然后呢把所有的中国 的这些 相关的 即使是教语言的 即使是来念书的 即使是 这个中国的学者 然后呢被这个中国的千人计划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纳入的 都把它视为敌人 这是川普时期 这个所建构 各位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如果今天美国是 对 台湾一样 这个像对台湾 这个这个这个一样对 对待中国一样对台湾的话呢 那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里面大部分都是 外国籍的 只不过是因为 他们的学助的成就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就被视为敌人 OK 有人因此失去工作有人被关 有人还自杀 在美国 这种非常知名的学者 对不对 有可能是拿诺贝尔的下一个这个得奖组 有可能是 这个 MIT的非常知名的 连MIT的校长自己都跳出来 而且各位 过去这两年了 中国大陆去美国念书的学生 当然也因为新冠疫情影响 但是呢 突然骤降大概九成以上 很多台湾的学生到美国申请学校 这两年申请的不错 因为明月突然出来了 但是 各位 这些学生其实 有的人从高中到大学 努力了很久就想要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去念书的这种想法 跟心情 因为这样子的这种对把中国视为敌人 而这个种族性的 这种排他性的受到了排挤 你不是对 希望对于你美国文化 美国软实力 更多学习接触的这个学生感到很失望吗 他们是很无辜的 对不对 所以 你从更多的层面 来看这些问题 其实你就会觉得 在川普时期这种以意识形态的这种排挤 带有种族主义的这种针对 的反中政策 其实当然是 这个 呃这个危害很深的 有一些国家还在那边摇旗纳海旁边跟的 这个 尤其像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 所以 基本上他也是说 各退一步 各进一步 小步前进 然后呢 透明稳定 他就这么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 呃就是说是解决问题 而且是很务实 理性的去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用一个大帽子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 然后呢去框的那边一切都以这个作为唯一的这个判断的这个零跟 一 黑跟白的这种标准 不是这样子 那你美国就没有办法去 处理这么复杂的这种国际事务的问题 但实际上 就是说 在这个 呃 应该是说在现在中国就有一个数字出来了 我们之前不是提到 有两家日本的研究的机构 有一家英国的这个研究的机构 都认为在去年的10月11月是陆续发表认为中国大陆会在2028年 整体的这个GDP会超越美国 各位 又来了 前两天 这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他引 这个日本的野村证券 Nomula Nomula 的这个研究报告 因为 在上个礼拜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的资料是2020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是正 这个2.3 那然后呢 以现在的人民币就开始就是说有一点这个升值的这个情况 维持在6的这个情况 那野村证券的研究报告的论文说如果这个情况其持续的话就是中国大陆持续的经济的这样子的发展 亚洲的这个经济的整合 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我们叫FDI 这个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已经超越美国 那当然因为美国在2020因为疫情的关系 虽然我们台积电 跑去这个Arizona投了 这个一个新的厂 三星 也要花这个100亿 美金要到 就是这个Arizona去做类似的这样子的就是晶圆的这个代工厂 但是呢 整体而言对于中国大陆的外来投资 不是他自己内部中国的这个政府或民间企业的投资 而是外国进去中国大陆投资 到 去年了一整年事实上是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的number one 努莫拉就说了 这样的情势下去的话 中国会在2026年 整个GDP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觉得现在在讲哪一年哪一年其实意义真的不大了 大概就是10年内了 对不对 而且 超过又怎么样 其实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也还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吗 对不对 但是超过其实是有他的意涵的 什么意涵 当然你会有这种经济上的 你当然国家的经济的这种茁壮你自然会在军费上在这个基础建设支出上 你在国际的这种参与跟援助上你都会增加 对不对 你就会越来越有这个资源可以去这个展现你的就是大国的这个影响 然后呢你当然在 就是心理上 you're number one 对不对 世界第一了 你想想看当 中国大陆在二零一零年 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 各位大家不知道 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内 啊 哀鸿遍野 真的是 因为日本做number two已经做了多久 大概从八年代开始就是number two 经济就是number two 曾经有一本书啊 日本书啊 japan is number one 对不对 japan has never been one number one 但是那本书就就日本可以做第一 哦那本书就是那个富高义写的嘛对不对 那 呃他以前 这个过世 日本的第一在甚至八年代末期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非常引人吸引跟讨论的问题 而一直实际上一直都是日本第二大经济体 到了二零一零年突然有一天 日本的政府公布的数字是中国已经超越日本的时候哇那整个 日本的内部的那种反应啊是很 是很悲情的你知道吗 那更悲情的是 十年之后的今天 日本不但是被超越 日本现在只剩下中国的三分之一了 对不对 而中国的高铁现在 就在上个礼拜 中国的高铁已经 这个总共多达三点九七万公里了 三点九七万公里了 所以 这样子的这整个发展的进度 浓木了 的认为是2026年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都不要看这是哪一年 因为那个东西会造成我们 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我们这个在大陆的朋友们 还是说这个其他国家会对这个东西受到影响 正面也好 负面的也好 我觉得都会有 但是 到底拜登政府对于 中美的贸易跟这个科技的政策是什么 简单两句话 贸易谈判 会进入到深水区 要求开放市场 要求要这个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 然后呢要去做一些改革 国有企业 然后呢 优惠跟这种所谓的这个奖励以及这一些 这个这个所谓的保护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在核心的 关键的技术层面 还是继续的脱钩 这个层面大概是最像是川普的遗产所留下来的延续 那贸易的谈判 本来其实川普签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贸易协议 这个也是延续下去的 所以这个现在的美国还没有通过的就是任命的贸易 谈判代表戴琪呢 我想他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面对这个层面的一个就是说 他的工作 那科技的管制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大概是会持续的 那各位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也提过 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当中 其实百分之这个72的经济跟科技的这些领导人呢 都认为说对于华为的这个就是限制呢要继续下去 要继续下去 但是这种核心科技的管制 就算你不管制 中国大陆这边其实已经决定要走技术 这个自主化 走技术自主化 因为这个 十四五的这个规划的内容很清楚的就看到 其实科技是重点 关键核心技术要做重大的突破 我们有一集整个谈2020年中国大陆在重要的科技层面的这些作为 跟突破 也就很清楚这个方向 那当然美国对 尤其当然特别就是在半导体 的这个层面 他掌控 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所以呢 为什么台湾过去这一年 能够就是股市能够到达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美国上 三万点 台湾到达 这个一万六千点现在有人甚至鼓吹说台湾可能到达两万点 但是除了那五大科技公司 这个台积电联电联发科 这几个公司之外 其实 他们大概占了将近台湾的整个股市涨的 可能超过 就是说 半成甚至 应该整个成将近四分之三 这五家公司而已哦 那整个台湾有930班 38家上市公司 里面 这些公司里面呢 其实 这个过去 呃 十年其实甚至过去这一年 有700家以上 还是 就是说 股票事实上是没有动弹 甚至是亏的 所以 基本上 台湾在这边虽然是搭上了 美洲贸易战科技战 的转单的效应所带来的股市以及半导体跟 一些零组件 的这些这个顺风车 那也因此掌握到这一波 这一波如果我们能够技术的自主化能够更深化的话 也许 对于台湾的将来是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呢 这也的的确确是中美 可以在这个就是科技核心科技脱钩了 这个会持续的 那进入到亚洲的话呢 当这个Kampbell他说了 亚洲秩序 蒙联盟平衡 他要加固亚洲的秩序 他认为美中之间 不是在寻求互信 因为要已经进入到竞争的这个状态 那事实上当竞争如果一旦激烈化 甚至都产生敌对的可能性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呢 他会增加跟这个亚洲多边 从日本韩国 到澳洲印度 这些国家的这个双边同盟关系 然后扩大多重联盟 这个多重联盟就有意思了 这个我们 另外一个节目跟向荣谈过 也就是说 这个Campbell自己在文章里面都提到 他说 像是D10 或者是Quad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四方安全联盟 那是指的美国日本 澳洲跟印度 在这个印太地区的 这种所谓的对话 那D10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民主十大国家 十大民主国家 这个就 这个就很 很很积极性 甚至竟有一点 排他性 歧视性 针对性 D10 也就是说我们这十个民主主要的国家 基本上就是G7 加上韩国澳洲和 印度 这十个国家 这个其实在川普 呃去年 他要在美国举行G7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 他曾经想要邀 就是说这十个国家来 他把想把这个G7变成G10 但是那个时候梅克尔第一时定就说 你美国在进行重大的这个总统选举 所以德国不适合去 然后呢 日本很不高兴找了韩国 日本也反对 所以最后这个 G10也没有真的去做成 也没有真的 这个G7的会议在那个时候呢 呃其实也没有真的这个召开 结果英国首相强生他这样建议他说我们把G7变成这个D10 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呃如果你是要找七大工业国家把他扩大 这个找其他更重要 一样重要更重要的这个主要的工业国家一起来讨论国际的经贸大事的话 你应该第一个想到是中国 对不对 过去 曾经G7变成G8 他把俄罗斯找进来 但是呢 后来在乌克兰 的这个事件当中俄罗斯出兵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呢 他又把俄罗斯给踢走 那俄罗斯还只是全世界大概是第12大经济体 这个跟韩国 是差不多的 俄罗斯 一亿 四千万 的人口 OK 可是呢 也跟广东省差不多 跟广东省差不多 可是 你如果G7 G7是哪七个国家 呃 美加英法德 欲 意大利 这个意大利就有 有趣味对不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已经维持了很久 叫G7 如果你要扩大的话呢 你当然如果不找中国的意义何在 但中国跟俄罗斯跟巴西 印度其实在另外一个叫做G20 那这个G20现在是真正的重要 所以他这个G7有一点像是只是 西方国家 工业国家 这几个都是西方国家 日本算西方国家 我们在这个说法上 那工业国家的一个就是过去是他们主导 但现在G20 尤其是中国 以及这个印度 巴西的在经济的这个发展之后呢 变成这个有相当的这个话语权 所以这个G7有点像是 有钱国家的工业国家的这个 在这个G20之前的一个 寻求共识的会前会 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制定自己的议程 那带到G20要求大家 要接受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过程 那现在这个G7 想要变成D10 那这有问题大了 第1个我们讲 7变10 那你只是增加一些 这个事实上 看起来是这个韩国澳洲 跟印度吗 那韩国当然重要 这在中东北亚的重要的这个经济大国 然后呢澳洲 那澳洲当然现在最近因为跟中国的这个贸易的关系 就凸显出来 那印度呢因为边境的问题 那跟中国事实上 也关系不好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你显然是针对 就是中国大陆而来 更严重是当你要谈到democracy 那这就是基本上是用意识形态 用制度作为切割区分 这个我们跟他们的这样子利用做法 他们就是谁 他们就是中国 他们就是俄罗斯 这样子的这种针对性的甚至就是围堵中国 的这个政策 的这种平台 那讲强生还说那在这里面我们来共同去协调 对于中国大陆的5G产业的管制 的政策 的协调 所以 这个会不会是将来拜登 所谓的多边主义 所谓他的那个白宫发言人 撒奇谈到会跟同盟做协调 所以我说协调调整 跟谁协调 那当然就英国法国 德国 然后呢 日本 那会不会把这个G7 扩大变成叫做 D10 甚至 叫G10 避免这个democracy 这样子的敏感性 那就是说G10 这样子的做法其实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针对性 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你在搞小圈圈吗 对不对 你在搞新冷战 你这个小圈圈也就针对我的来围堵我 那就是新冷战 所以他已经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当中把话都讲的前面 我觉得其实北京 这个看这个国际经济跟大国关系的这种发展 我觉得看的还蛮深刻的 蛮深刻 而且这个timing 跟就是说发言人的内容 掌握的其实也都 就是说 很道点 那 这个基本上一点出现在的的确确 拜登上来所面临大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你在国际经贸层面 你要怎么去面对中国 这个来势汹汹的迎头赶上 你在亚洲的自讯层面 你要怎么去面对亚洲整合里面的这种 这个越来越强化的亚洲整合 以及里面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这种主导的 这个角色 但是呢 你又希望让美国的经济跟安全跟价值观在亚洲里面能够继续像以前一样 得到维持 得到尊重 那你不是单纯的只是拉了日本拉的韩国拉了这个 就是澳洲拉了这个印度来 好来 我们来共同思考怎么对抗 这个中国 那韩国就可以讲 韩国在上个礼拜就说不会在这个这个对付中国的政策上作为另外一个澳洲 韩国的这个一个算是蛮有影响力最政府蛮影响力的学者就这么说 韩国不会做第二个这个澳洲 因此 你看到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在整个亚洲川普的四年在亚洲 里面两个国家 都受到应该说三个国家了哈 那这个就是澳洲印度跟我们 台湾 中华美国 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联美 抗中 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都很明显 也希望能够从这个美中的川普时期的美中的对抗 当中 贸易战当中 及呃科技战当中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和有就是说整个反中的这个当中能够去 在抢占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这种优势 跟这种就是成果 那这三个 就是 这个从台湾到澳洲到印度呢大概都有这样这个思维 政府都有这个想法 但其他国家 就很聪明 就很了解 包含日本 包含日本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比较还是以自己的本位的利益作为主要的思考 那 这样子的亚洲秩序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短期不是会加入到TPP 然后呢双边的贸易协议这个大概就是 可能在亚洲 那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大概 美国要跟台湾谈这个FTA或者是BTA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容易 不会因为只是美猪美牛的开放 就会进入到 这个谈判 这些相关的议题 最多可能就是TIFA 会恢复 但是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对话 的这个机制 代不代表是不是真的能够再签署进一步的这些双边的协议 也许希望在一些个别的议题上 投资保障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有一些已经都签过了 那希望用一个堆积木的方式把它堆起来 但是呢 并不容易 因此 整个亚洲的时代当然是要来临 我们最后进入到到底拜登政府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呢 其实 现在很清楚的 就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 在整个 飞机的 扰台 啊 这个28架 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拜登的发的就是国务院的声明当中已经很清楚了 支持台湾 但一中政策 那拜登的一中政策其实就是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 但是战略更为清晰的其实是去挺台湾的安全 这六项保证了 应该大家 这个都看过 以前 但是我大概都不会完全记得 这只是记得他里面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精神 也就是不会结束这个设定这个结束是这个期限 也不会设定所谓的这种种这个 种类也不会去修改 这个台湾关系法 也不会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这个角色 这个是当初在817公报 这个签署的同时跟台湾提出来的这个六项保证 那现在呢 已经变成民文化 在2016年时候他变成一个书面 所以已经变成 实际上是整个对 两岸 关系 对于台海安全 美国的政策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内涵 那每次大家都会跟这个台湾关系法 都是大概同时提到 至于其他的几个法 我觉得比较是美台之间交往的 这种就是说的一些提升 跟确保 那倒不是 呃太过于关键 那但是呢 他跟三个公报同时提到 那这也是展现 因为三国公报 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等个关系发展的 重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文件 那是这个过去一直以来 美国的一中政策的这个最核心 那拜登 似乎就是重返 这个核心 也就是说呢 这六 六项保证里面 美国不做调解人 虽然其实拜登是希望两岸能够对话 不过这里面就很微妙 他虽然不做这个调解人 调解人是台面上的 那会不会在台面下 会去鼓励 支持 两岸之间进行对话呢 这个是现在可能两岸最大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 因为两岸之间因为民进党 的这个政策 使得过去的两岸之间所达成的一些政治的基础 或者是法律的这种这个呃这个这个内容以及互动的这些平台 事实上都停顿 都停顿 连民间的交往 的这种路客 不管是这个自由行 还是就是说这个团客来台 大概都停顿 那当然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就是说 某种程度的压力 台湾这边你要怎么去 去进行两岸之间的复谈 甚至和谈 这个事实上是很困难 那中国大陆这边 呃就是说 总是对于以前所达成的 不管是九二共识 还是其他的这些希望当然能够延续 台湾这边 这个民进党 政府跟陆委会 基本上是完全拒绝 所以因为 这个完全对不上边 齁 那个 卡榫都对不上 然后呢加上彼此又没有互信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就有负谈 我觉得这个基础 非常的薄弱 除非有这个重大的事件 或者是说强大的压力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 背后强的压力 我觉得大概拜登 如果没有重大事件 他可能大概不会 呃会去介入这件事情 但会不会因为两岸之间的军事 紧张 而使得拜登政府对于这个事情 两岸的复谈 会比较更为积极的鼓励 这就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当然拜登不会去打台湾牌 那这个是他跟川普一个最大的差别 他不打台湾牌 也就是他不会 这个 呃 当然他没跟 这个就是就人之前没有跟我们蔡英文总统去这个打电话 然后呢 这个同时他也呼吁两岸的这个对话 不过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台湾一定要有所了解 整个疫情其实是使了两岸的经贸的依存了 继续的扩大 这已经大概修过好几次 光是去年现在这个新的数字代要出来了 光是前10个月 大概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输出啊 就占43.6% 有的人认为台湾靠大陆 大陆也靠台湾 也没错了 也许这里面其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这些 这个半导体 跟这些零组件 输往中国大陆 那就表示双方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实越来越密切 但不管怎么样你这种出口的这个成长 尤其你看是在 这个川普的 任内 在民进党的任内 两岸的就是没有服贸货贸 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沟通机制的情况之下 纯粹民间的市场 而反映的这样一个增长 所以呢 事实上表示说两岸之间的这种依存度其实是越来越提高 那我们在面对政策的时候 影响到这个依存度 影响到两岸之间的生意 影响到人民的这种赚钱的机会 影响到这个生活的稳定 的这些负面的 是不是要开始 政治人物要去面对呢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面对更多的这个边缘化和两极化呢 台湾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参加RCEP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应该是不可能 那参加CPTPP 那个困难越来越高 因为现在连中国大陆都表示 以及南韩都表示要加入到CPTPP 那因此整个亚洲经济 如果今年 年底 RCEP 开始生效 RCEP已经签署了嘛 那如果今年年底 2021年年底 RCEP开始生效 亚洲的经济的整合就会加速 而台湾 你当然除了高科技 高科技通常是这个零零关税 那是不是就 这个除了这些谈性之外 我们台湾的其他剩下的 产业 事实上就很更难去 就是说产业的升级 因为他没有 更大的市场 然后呢 收入也当然不高 因为台湾的市场有限 但绝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新贵老早就不贵了 而新贵所用的人 也都是有限 也不是所有的科技厂 大家都是这个赚钱 也只有那些 这个主要的这个厂 掌握到这些5G呀 车呀 这些东西的概念的 那因此 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些 这个公司 企业 经济 薪资 这个昨天参加的演讲当中 有人提到 郭台铭的鸿海 在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 到大陆去 薪资是 功能一个功能薪资 大概300块到350块人民币 而现在呢 大概是7000到9000块人民币 你想想这是多少倍 20倍 以上 25倍 对不对 90年代台湾的薪资到现在有25倍的增加吗 两倍的增加都没有吧 对不对 因为一直维持是不变 所以这个就是说 也就是出现台湾的经济的K型 K型成长 K型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一个是往上 一个往下 这个受到国际关注的这一些这个厂商 他的成长是越来越高的 他的毛利越来越高 现在有很多公司的毛利甚至 像这几个护国神山呢或者是有有甚至有一些机 这个这个机械业的 可以到40% 甚至到50%都不可思议的这个毛利 但是呢有些场大部分其他的 传统的产业 那餐饮业 就往下 所以这是个K吗 里面 这是个K 对不对 这种K型的成长 也就表示两极化的成长 当然这不是只有在台湾 很多 在特别是整个新冠疫情之后 整个全世界 的全球化 这种K型复苏 都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也是很大的问题 那因此 我最后 时间 我今天要超过一个小时吗 不要了我们就照正常讲 那 我觉得 我们两岸面临到整个现在美中台的新的布局 虽然才刚开始展展开 还没有看到很清楚的美国的 就是说他的整个大战略 对中对中国的 对多边主义的 以及对亚洲的 对经济的 对军事的 对地缘政治的 这几个横的层面跟重的层面 你将来会看到他整个这个呈现慢慢的越来越清楚 我觉得大概至少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 一年以上的时间 因为他现在专注的是国内 而且这些问题其实都很复杂 那 他手边处理这些问题的人 都是比较理性 务实在解决问题的 所以先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是先画一个大的这个战略 然后呢把这问题塞到这里面来 你放这边你放这边 那你是黑的你是白的 这是过去班川普 是这么做 而是他是先以问题的 问题取向的方式 一个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 我们美国的利益什么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然后去做怎么样的协调 然后呢开始呈现出来 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这种矛盾 你怎么今天 跟这个中国大陆去拍板 这个好像是要 这个搞对立了 隔了一天 这边 怎么又觉得好像 两边这个交往 似乎这个又开放了 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复杂 甚至 这种相 这个不一致 这个情况 但是这些都很很吻合 也就是说 因为在不同的议题当中的他的那个 思考的这个因子 那思考的这些 这个利益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拜登所看到一个 他不是一个从意识形态 他不是一个从冷战 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跟中国大陆 关系 然后呢把台湾放的什么样的一个 角色 这个是很多过去 习以为常的这种 这种作为 他现在比较是从 美国的利益 而且要去把 对国际的利益去作为引为支持增加对美国国内 的这些 的福祉的提升 的这样子的 这些作为 所以你说 关税中美之内的关税现在平均20%一定会开始降个5% 8%左右在今年 我会我预期会开始会降某一些部分 但不会平均的降不一定会平均的降额5%8% 某一些某一些这个部门可能会降个一点 因为他对某一些这个 企业或者是这个消费者的冲击影响比较大 对不对 那这个 可是呢你碰到比如说南海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航行自由 一定会去 等到冬季过去海上平稳的时候呢 这个船 就更多了 过去现在只是需要一个航空母舰群 以后可能单招的这些 驱逐舰 还是会恢复对于这些 大陆的在南海的岛礁的这种接近的这种 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些作为 所以当你会碰到这种两个事情 如果同一个时间出现的时候 他那种不一致性 No 这很一致的 可是 我们台湾在这过程当中 当你军机来老台的时候 你难道只能靠美吗 是不是 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 富爸爸也不再只是说愿意持续的去支持你来去这个作为旗子作为台湾牌去对抗中国 然后呢 然后这个在很多的这种口惠的层面不断的说要对你好对你照顾给你堂吃 所以通过了很多相关的东西 但是真正的台美之间的交往到他临走之前他才去取消 蓬佩奥 对不对 他不是真的 要支持台湾 他是要挖一个洞给挖一个陷阱 给这个拜登 所以 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现在明明到拜登上来是比较理性 务实 你要从一个真正去了解对台湾的经济的发展跟两岸的稳定的角度 来去看 到底我们两岸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什么是真正较为理性 跟务实的 那因此 我提出这样一个主张 其实 非台独 非武力 两岸必须要和谈 刚才前面谈过 当然这不是一件 这个容易的事情 你在现在的这样子的时空 跟目前的相互的这种互动 以及缺乏互进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非武力 和武力威胁 我想 因为这样子的这种武力跟武力威胁 其实只会更加的复杂化 那也不是 就是说 两边的人民所希望 去看到的 那当然 那对中国大陆而言也许他们认为 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时间表 或者是说一定要展现 某种程度的这种 这种态势 这可以理解 可是呢 我觉得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非两岸人民之父 对台湾而言 要发展 要尊严 这很清楚 但是呢 这个发展 其实你还是要从务实的这个层面 不是只续续发展 某一家 某两家 某五家 公司 或者哪一个单一的产业 整个台湾社会 经济的发展 怎么和世界接轨 怎么融入到 亚洲整合 以及 疫情之后的新 全球化 的发展 我都没有看到 台湾的 经济部或者是政府 做怎么样的这种 有效的规划 当我看到 川普提出来一个 National strategy 这个对抗 这个就是COVID-19的时候 当我看到他提出国 这种 这个主张 这个经济的这些恢复的 1.9兆的 这些计划的时候 当我看到 十四五的这些 中国大陆 规划对未来到 这个 整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接下来这五年 规划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我们台湾呢 是不是 而且提出来东西 有没有看到现在真正台湾的问题 那 要发展要尊严 当然国际的参与 这个川普 拜登这边 也是讲 不引国家为前提的国际的组织 跟国际的参与 他一定会全力的协助 这也清楚讲出他的这个态度 OK 所以 台湾的国际的参与 那是不是能够更以务实面 国际的贡献面 来去看这些问题 而不是一定要 去走怎么样一种对抗性 当然这就是台湾现在整体 就是要面对的 我觉得回归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那 寻求我们的法治 和民主的这个共识 但是 看出现在台湾的整个政治 法 司法 以及 媒体 媒体的这个氛围 其实 这种因为 以两岸的反中的 就是这种 氛围 作为一个主轴 然后呢 去掩盖了很多 实际上 以及 就是说 这个法理上 以及 真正的就是 这些 这个 解决问题 不管是任何层面的政策 我觉得其实似乎都走偏了 那当然两岸的和平进程 我觉得这也是将来可能共同 所有台湾政治人物 都要去面对 因为他影响到 每一个台湾人 我想 就算不是台湾在海外的这个朋友们 或者是中国大陆朋友们 应该也同样 关心 注意 两岸的 未来的发展 那他总是难以回避 美中关系的这个变化 而我们在台湾 以及 所有的其他朋友们 也都要当然从一个更加深刻 务实的去理解 这整个亚洲的整合发展 中国的崛起 然后发展 以及美国跟西方的这种变化 这种消长的变化当中 你看到有一些 过去特别是过去四年 带有种族歧视的这种 就是 攻击性的 排他性的 这些作为 产生的这种 整个全球 到美中到美国国内的 这样子的这种冲击 最后是以报名 冲进国会 的方式 来做一种 绚烂的结尾 事实上让美国 是我碰到几个美国人 这几天 事实上都是非常难过的 可是呢 当他变成美中之间 拜登上来之后 你看到美中之间 又似乎在这几天 要去重新去 这个布局建构 彼此的这个关系 但当然跟过去不一样 而台湾在这边 如何去这个自我掌握 然后呢 能够去 自我保护 自我守护 然后呢 自我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对我们非常大的这个考验 今天的时间 哇 破了一个小时了 不好意思 到后面 稍微略微有一点长 那谢谢各位的这个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